大头一直是莎莎会主动愿意靠近的那个人啊 仔细看,大声看向大头时,莎莎也在看大头的意见 大头却笑得也太有家属感了 而且他们俩人的距离是莎莎围绕大头转圈圈 走着走着,俩人就靠在一起啦 看到莎莎贴着自己过来,大头心里都乐开了花 我发现他们俩人都有余光看对方的本领 每次都是莎莎走在前面,会下意识用手晃一下 看大头在不在身后 看到哥哥需要帮忙,会毫不犹豫向前走去 他们俩待久了,就连对对手心里战术上都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大头的,就会发现语气和态度俩人都一样 果然在一起久了,啥招数俩人都能互相协会 要不然你说他俩平常待在一起聊啥呢 这也是一种心里战术啊 别人比赛他俩聊 就连吃瓜俩人也能神童步 瞧瞧俩人认真的眼神,可能在想原来看别人的也能这么乐 你不走开 我 中文字幕——YK